賣你啦賣你啦 有東西看啦 有東西看啦 有什麼看呀 你看早飛 有一隻冷東西 什麼冷東西 這麼奇怪 7號 有衝勁 早飛 買了10萬元 10萬元 VINPAY 這隻買 我只看我整段東西 最後的五隻大字 亦不能放過 亦不能放過 所以我就相信他 好吧 你先相信他 除了7號 還有1號的大二滿飛 月豐都有早飛 但就少一點 只有4萬元 另外還有一條14的QQPAY 買了3萬元 過關飛 都是1號 4號 這兩隻佔最多 其餘有過關飛 就是2號 5號 8號和9號 但是呢 很奇怪 有一條T 每人買了3萬6元 145 單棍 是呀 剛剛電視機說了5號正本和9號 那不是好的 因為所以就這麼熱 好 看看 中間一攝是什麼 攝是4 4啊 3大熱門 不奇怪 三大熱門 一條T 贏中了 他厲害 好 廖王 今場問有什麼介紹 好 第一隻介紹給大家的就是一號馬的飛月豐 先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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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好 著數到不得了 因為起碼熱了新鮮 那麽它第一日 那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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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惟宜馬房在季初慣常都會先出擊 這隻我先選擇了 你說買WIN值不值 我覺得WINQ都可以接受的 第二隻介紹的馬就是有衝勁 有衝勁見到他今年拉出來的時候 神貨見到他的身體輕了和腳是快的 在這個情況下我見到他大約起到八成嶺 這場馬要靠一點點追的 他放著在七檔這場馬只有十隻馬 他應該是非常輕鬆的可以放在那裡 你說剛才加藝魯都報了和江頭 神早有人打了十萬WINP 都不是空越來風的 第三隻介紹的就是那隻5號的正本雄心 這隻馬今次找到潘頓 這隻又是洩在中間跑的 這場馬其實你說4班和5班之間 就不會說太高的組別 在4班那裡 正本雄心的狀態又離開了 在這裏 你說他三檔堵住就一定可以走過7號 以魯潘只要他開工這隻馬隨時都可以贏回來 4倍我覺得如果買1號WINP和5號WINP 隨便選一隻我覺得5號會比較划算 我介紹的就是1、7和5 鳥王介紹1、7、5飛越風有衝勁和5號正本雄心 1、7我都有的 尤其7喜歡 我還有兩隻馬介紹的 分別是8號的樽樽樂道 8號樽樽樂道是神科三顆星 這隻馬回到1,600 這是首本路程 同程就贏過3次 同組時間戒亦是刺街的 雖然形勢今場說不算太好 但今場用潘明輝有綁架 我覺得仍然有權一戰 另外一匹喜歡的就是3號的架線 再戰田草1,600米 同程就即街 今季就試貨 試貨集表現不差 就是8月29號 這樣就放一放去 捱到第四名 雖然這個時間 今早馬裏面來說 一隻架線的時間不算太好 但重點一樣 其實今場的步數非常之慢 只要這隻馬八檔 年仔藍放得出來的話 我覺得形勢不錯 我覺得這隻馬是三甲馬 所以我會要一隻3號的架線 今場馬即我和鳥王推介 鳥王就提供了1號的 飛月鋒 7號的有衝勁和5號的正本雄心 而我光頭推介就是8號的 津津樂道和3號的架線 第三場馬是1600米4班來的 神粗滑拉拉的馬就是8號的 津津樂道1匹 鳥王剛才你不是說 阿跳哥今場馬有號碼介紹嗎 有呀 三六兩隻放頭 這麼有趣 看一下哪隻放在哪裡 6號的邵慶威威 見到上下孖寶刺冠有飛落 看這隻小隻就包放了 所以自己喜歡 如果你想選一隻冷門一點 走頭拖熱門的話 其實這6號的邵慶威威 未必不是一個好賺師 比我選擇會三、六、兩隻 拖熱門都可以試一試 待會看看加利路 我選擇了一個很愚蠢的方法 有多愚蠢? 就是將兩隻挑哥 加上一隻早飛 對鋪 組成我們三個組合 買了才可以給你們 3、6、7 贊成 每隻都這麼冷 為什麼不3、6、7 先買了 先買為敬 買20元 買大些 你認為這個方案可以嗎? 不要贊成 你知不知道最重要的是什麼? 什麼? 3、6 在暗判那裡 是不斷上來 是不斷上來 最多被人欺騙 沒事的 當然 首先一件事 你可不可以阻止你坐著跑馬 不被人欺騙? 欺騙就當然了 欺騙是必輸的 沒錯 其實 還是不幸運 沒錯 跑馬 跑馬就是我小時候 阿簡已經知道這件事 拿著適中 那時候沒有適中 你有馬會開什麼 我又我去買什麼 跟賣字花一樣 其實 沒什麼分別 他有他開 你幸運的就撞到 你不幸運的 那沒辦法 你是不是也不幸運的 你別說笑我試 有一期 我真的拿一個 隨便給我 你隨便幫我 撿四隻馬出來 然後就看看 就是買那四隻 可以的 分分鐘中 分分鐘中的 沒有關係的 沒錯 跑馬沒有絕對的 你喜歡買什麼就買什麼 如果你用一個 更加科學化的方法 就問問我們 另外一位同事 他一說出來 十次有一半 還要每次是狗狗金 就坐在我們對面那位 帥哥 要問問他 金牆買他有沒有心水 金牆有沒有壓力 一會同意 是三 是 就是問你信號 你有十個號碼 讓你選擇 你問我當然有衝擊 哦 得了 我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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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是Pay 現在補完那邊 我怕 我怕 如果這三隻 其中兩隻 我們很粉密登場地 邀請到DM提供一個號碼 是令到我們非常之開心 必殺 必殺 還要加上必殺 什麼都不管最差 真是大領落 最重要的是什麼 有衝擊 對 我看到Facebook chat room Tommy說 今場簡單任務 500單Q 正本洪森 不關我的事 前面沒有人有說話 要小心點 5號 剛才在暗盤 我看到他是 怎麼說 是 渴立雞群 但現在慢慢地滲下去 是 是 喂 咦 這樣 怎樣 沒有 這架線已經走到很前 這架線我知道 我真的喜歡 他轉轉轉轉 就走上頭 慢著 你看看6號 紹興威威 你看看 我知道 已經 但大家留意 一件事 紹興威威 是邪風 但我們看小益 這次也不是很邪 起碼他一定是放 但問題是他到不到另一件事 我覺得有1000米給你看到的走勢 兩分鐘 今場的三重彩推介 是3號 6號 2號 9號 5號 7號 再說一次 再說一次 3號 6號 2號 9號 5號 7號 2 3 5 6 7號 這條 2號 2號 3號 2號 3號 3號 2號 2號 3號 2號 2號 3號 4號 3號 3號 我撞到你找一隻一號閒頭 我立即衝過來撞你 最有趣的我們選擇號碼 金翔和NOW668有少許出入 他們選擇一隻實業風彩和9號的火天大友 這麼聰明有人選火天大友 我第一隻選擇這隻 但我三重會推薦是有這隻 三重彩又不一樣 好 好 好 跟阿菲坐在這等收錢 最喜歡這句的等收錢 還有一分鐘開跑 我撞東西為何經常撞呢 撞下來不夠堅挺 我不是買了東西給你吃 吃了麥克風會堅挺一點 尤其是麥克風 我現在覺得是這麼萌 是否是雙風 不知道 這樣就好一點 原來我的聲音真的萌 就是雙風 擺高一點 還有零分鐘開跑 大熱門繼續是一號的飛玥峰 你經常看到我們的畫面 看到我們不停轉側頭 因為我在看電視機 遲來的河亮 跳過兩隻尼瑪寶 不是故事吧 是呀 那我們沒有做錯事了 希望 藍馬是緊急的 看看會否真是三六一對馬 不斷路況 剛剛在WIN都被人打飛 這個有人竊聽 竊聽風雲 不用竊聽 我們公然被人聽 你瘋了 竊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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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著WIN位 都落 另外Q位都落 最後加上一隻二號的十頁風彩 衝進來 大熱門繼續 一號的飛玥峰 回到上35元 好了 全部馬準備好了 隨時預備起步 一出閘的時候 真的 的而且確 更足Riding Instruction 架線是第一隻馬 出來放的 反而守住條內欄 還有一隻五號的正本 紅森 外面那一隻的十頁風彩不夠快 所以應該會倒慢一點 在後面那裏走 中間夾住還有一隻飛玥峰 而 樽樽落到 就在三淡那裏 就在那滲下滲下滲下 看可不可以 怎麼走 但是 放下滲下滲下 就看到那隻架線 埋不到藍 被人頂出去 中間原來有七號的有衝勁 但可以的 這裡過終點OK的 非常之滿意的是 現在前面一對放在頭的馬 就外面那一隻的粉紅色三架線 內蘭白馬仔就有衝勁 後面那隻的我的禮物 後面蟲樽落再貼上去 之後還有一隻的實業風彩 開始在騎上來 前面放在頭一對 仆線還有衝勁 外面的我的禮物 可以上來 這裏繼續重甩 邵映一位是包補內蘭 這個位是死位 現在轉到最後直路 嘉倩看來勢可以透出 看看那隻有充電 捱不捱得到回來 後面有沒有馬追 正本洪森抽一抽出來好像看空島 但騎內的反應不算太強 前面繼續騎著 繼續是嘉倩好像捱到 但這隻二號實業風采 一騎出來反應非常靈勵 第一名 還有一隻八 一隻八內蘭 第二名就是二號的實業風采 第三名才是嘉倩 我們有沒有中這條 我想問一下 有二有三 潘明輝 這隻我介紹 我介紹中一Q 不是一條Q 一條PQ 鳥王也沒有二 我們都是 我們全程沒有選到一隻二 但三重走是否有給一隻二 有但沒有八 但怎樣都混不起來 浪費氣 這隻六號真是邪風 確認邪風 確認邪風 可以小心 七號跟得太淺 沒辦法 其實六號 這隻邪慶威威出閘 已經知道發生什麼事 不是 我們起碼有條路可以跟得到 至少我證實這條邪風 是沒有變過的 還是一直是邪風 是的 你應該說 阿挑哥給兩隻都有一隻中 阿挑哥我選 如果挑哥兩隻有一隻是邪風的話 另外那隻就很安全 是的 沒錯 有了 好,入式 是 有了 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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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日收音機即將開始